当地时间周一 美国总统拜登表示 高速互联网不再是一种奢侈品 而是一种绝对必需品 他承诺到2030年 让美国每个家庭都能使用美国制造的电缆 接入互联网 拜登宣布将在全国范围内拨款420亿美元 用于在没有高速互联网服务 或服务太慢的地方进行相关基础设施建设 他补充到 这些投资将帮助每一个美国人 我们不会丢下任何人 拜登指出 这是美国迄今为止 对高速互联网最大的投资 因为政府要为每个人服务 互联网接入就像电力 水或其他基本服务一样重要 据悉 德克萨斯州和加利福尼亚州 是美国人口最多的两个州 分别获得了31亿美元和19亿美元的资金 但其他人口较少的州 如弗吉尼亚州 阿拉巴马州和路易斯安那州 由于缺乏宽带接入 获得的资金也在10亿美元以上 其他每个州至少获得1.07亿美元以上 他还提到 美国政府正在与基础设施服务提供商合作 降低目前家庭公用事业的成本 需要让美国普通家庭能够负担得起 美国商务部长吉娜 雷蒙多表示 无论是将人们与数字经济连接起来 还是在美国制造光纤电缆 或者是在各州建设互联网基础设施 创造高薪工作 我们宣布的投资都将在未来几年 提高我们国家的竞争力 刺激全国经济增长 根据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 FCC的分析 全国超过7%的地区 属于服务不足的类别 预计各州将在今年晚些时候 提交初步计划 并获得20%的资金 一旦计划最终确定 可能要到2025年 政府将发放剩余资金 白宫官员将该计划与富兰克林 罗斯福在20世纪30年代 为美国农村供电的政策进行了比较 白宫基础设施协调员米奇 兰德里表示 超过7%的地区 及850多万家庭和小企业 被认为互联网速度 低于政府的标准 下载速度至少为每秒25兆 上传速度至少为每秒3兆 随着高速互联网计划的宣布 拜登政府启动了 其投资美国之旅的第二阶段 接下来 拜登将与一众高级政府官员 展开全国巡演 重点介绍拜登的经济议程 基础设施和气候变化方面的进展 为其连任造势 拜登和他的顾问们认为 选民对他2024年竞选连任的政策 了解不够 此外 拜登面临的挑战是 对计算机芯片和铁路隧道 等重大基础设施项目的投资 可能需要10年才能取得成果 也计算机芯片和铁路隧道 接下来 请不吝点赞 计算机芯片和铁路隧道 请不吝点赞 计算机芯片和铁路隧道